诸葛亮巧娶了南郡,气得周瑜见伤迸发是翻身落马呀,这也难怪,您说这哥谁不生气呀,你诸葛亮办的这叫什么事啊,周瑜自从在游江口和刘备打赌机长之后,他未娶南郡,花费了多少心血,是损兵折将,耗费钱两, 连周都都自己都差点把命搭上,那一件事中的泪下,要中的盐喉呢,周瑜就完了,现在好不容易把曹人赶走了,南郡算到手了,周瑜这心情啊,甭提多慌快了,他举行了个入城市,周瑜恨不得,一步就迈进南郡城, 是初步告安民啊,然后城头上便插江东旗号,一靠上三军,我让你刘备诸葛亮看看,南郡呢,我周瑜取下来了,这是这么一种心情, 结果来到南郡城前,举目一看好吗,城头上插的都是刘备的旗号,赵云赵子龙在那儿站着呢, 这本来就够生气的了吧,探报来报,说荆州襄阳,全让人家诸葛亮给拿过去了,就这一下子,把周瑜气的,背过气去了, 中将下马,把周都的腿给盘上,抹着前胸垂后背,是连胡带焕,嘟嘟醒来,嘟嘟醒来, 诸葛哥村夫啊,我周瑜和你是事不良力,周瑜把牙关一咬,站起来了,他大瞪双惊, 哩哟,大伙看得清楚周瑜白眼珠,启红线,血罐同仁了,他把手这么一挥给我攻成,打,打呀,打吧, 人家赵云早就准备好了,你望上一攻,这儿就开攻放箭,你要到了城前,我就拿滚木砸你, 这滚木可厉害,什么玩意儿,就那老高老高的两个人搂不过来的,那大树啊,摘了帽去了跟横着, 油打成头上往下推,好家伙,这下子砸起来,那一倒就一排一排的, 怎么能攻得上去?老城仆赶快劝,都督,别攻了, 心说您都病成这样,伤势这么重,这可不能再大了, 想到这儿老城仆凑过来,小声解劝,都督,咱们展起回兵吧, 我自有破南郡之计,这是安慰周瑜, 其实这老将军哪有什么良机,周瑜这时候, 那剑伤尊心疼啊,周都督就觉得自己心里一个劲的发烫嗓子, 一眼直发现他真怕自己张口扑,一口鲜血喷出来, 只好听从城谱之际,战且退兵, 临走的时候,周瑜是剁脚愤恨, 他真想一把就把诸葛亮抓住, 我把你这村夫当时就扯碎, 哪抓去啊,不说周瑜怎么回大营去治伤, 那么这赵云赵子龙什么时候来的,早就来了, 诸葛亮啊,不是早已做好安排了吗, 他和刘备送走了周瑜之后, 回来诸葛亮告诉刘备, 说你们别着急,先让周瑜去打, 打得差不多了,我请您到南郡城中高坐, 这话还真硬烟了, 诸葛亮传了三道令, 第一道令交给赵云, 第二支令给了关羽了, 三支令交给了张飞, 诸葛亮嘱咐赵云, 你把人马悄悄的带到南郡城附近, 埋伏起来, 不要动, 你就在那看热闹, 等到什么时候, 周瑜把曹仁杀败了, 他一定去追赶, 最少说他也得追出个二三十里路去, 在他追曹仁这功夫, 你把南郡取过来, 一进南郡城, 就多多的准备, 公奴手啊, 把公奴滚木雷石全准备好, 那么周瑜要是攻城的时候, 你就狠狠地打, 他要不攻就作为霸论, 等你把南郡取过来, 立刻拿着曹仁的兵符, 把兵符令箭交给张飞和关羽, 让他们分头到襄阳和荆州, 去掉夏侯敦, 就说南郡城, 曹仁伟级, 让夏侯敦前去解救, 夏侯敦不敢不救, 那曹仁是曹丞相的兄弟, 他哪敢看着, 困在那不管呢, 只要夏侯敦, 一出动人马, 关羽张飞就把两个城池万国一取, 就万无一失, 赵云呢, 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, 埋伏好了之后啊, 赵云心里的还犯和计, 哎, 我们军事这番安排可是真不错呀, 但是能有这么翘的翘势吗, 什么时候这周瑜才能把曹仁打败呀, 我们真的能够就这么不费吹灰, 之力就把南郡拿过来, 赵云一边想着, 一边看着热闹, 哎呦, 果然, 周瑜把曹仁给杀败了, 令人马追下去了, 这一追追出三四十里地去, 可把赵云给乐坏了, 哎呦, 我说, 咱们军事, 真是个活神气呢, 曹仁和周瑜下的这盘棋呀, 等于呢, 是咱们军事在调动这些棋子呢, 想往哪摆往哪摆, 是想往哪进往哪进呢, 太妙了, 眼前这事情就像咱们军事看见了一样, 众军孝一听那不假, 有个棋牌官一听, 哎, 我说四将军啊, 咱们进城吧, 别竟在这乐了, 咱们城里边乐去吧, 对, 高兴的我呀, 差点把曲南郡忘了, 快快快, 就这么着, 赵云就进了南郡了, 那么曹仁去结周瑜的大寨, 难道说他没留下看家的人吗, 留下点也不多呀, 别说不多就是多, 也隔不住赵云这通沙呀, 到了这帅府, 就把曹仁那兵符令箭呢, 给拿过来了, 曹仁出去打仗没带着这个, 他出去投赢结债带兵符令箭干嘛呀, 而且还有看家的人, 曹仁挺放心, 谁也没成想有这么一招啊, 赵云把曹仁的兵符令箭拿到手里, 立刻交与关张二位, 这二位是非军前往, 上哪了, 去京香去了, 就这么快呀, 所以赵云呢, 什么事没废就把南郡拿过来, 这周瑜纳了闷, 说这诸葛村夫娶南郡可以, 他怎么能把京香拿过来呢, 夏胡敦在那镇守着呢, 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将军, 那人物挺厉害, 要说打也得打一阵子, 哎呀, 这事不是怪了吗, 周瑜呀, 连急带气, 伤势是越加沉重, 他告诉城仆, 你必须帮着我, 把南郡得过来, 然后咱们立刻兴兵, 去取京香, 我呀, 要和诸葛村夫大耳贼刘备一死相拼, 老城仆说什么呀, 只好满口答应,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呀, 就想能让都督消消气, 吃点药, 扬扬伤, 别的有什么话再说, 老城仆还有个想法没敢往外露, 他有什么想法, 看来咱打不了了, 咱赶快回兵江东吧, 现在你看, 咱江东都没人了, 怎么了, 感情周瑜城仆在这打南郡呢, 无主孙权呢, 率领着人马, 去取合肥去了, 两边打得都很紧张, 所以老城仆是无心恋战, 但是这话不敢说, 他知道他要一说出来, 周瑜呀, 非气死不可, 好啊, 我现在正在用人之计, 我这还带着伤, 让人把我给欺辱的这个样, 你还想撤兵, 那周瑜不得急了啊, 所以城仆不能言语, 正在老城仆进退两难的时候, 有人来禀报, 说鲁肃先生来了, 哎哟, 快请来, 快请来, 城仆亲自接出原门, 把鲁肃给请去了, 鲁肃干嘛去了, 上合肥了, 他是战军校尉, 整个江东的一位总参谋长, 鲁肃最近可够忙的, 他那两头跑着呀, 不光是跑啊, 什么催崖粮草啊, 运送刀枪啊, 这么说吧, 一切军需都得由鲁肃过手, 他听说了, 都督在南郡这打得很不利, 所以他抽空来看看, 城仆一见鲁肃啊, 就像见了亲人一样啊, 自敬了, 你来的可太好了, 老将军, 打南郡的事怎么样了, 哎呀, 是有这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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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事, 城仆就把这所有的经过, 跟鲁肃都说了, 现在都督啊, 火气特别大, 药他也不吃, 饭也吃不下去, 整天就想打南郡, 和诸葛亮要拼命, 哎, 紫荆轻轻叹口气, 老将军, 恭敬的心情啊, 咱们应该理解, 这诸葛亮这事做的呀, 也太有点不怎么样了, 您别着急, 我去看看都督, 哎, 先生, 您见着都督, 可要挽言相劝啊, 最好啊, 劝都督回江东吧, 别在这打了, 老将军, 我自有道理, 鲁肃说着, 来到周瑜的打仗, 周瑜一看, 鲁肃来了, 哎呀, 紫荆啊, 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, 来来来, 快来请坐, 紫荆, 你要助我一臂之力, 我适取南郡得京香, 杀死村夫孔明, 和大耳贼刘备, 我要和他们势不两立, 都督, 您先别着急, 您坐着, 您坐着, 呃, 我听说了, 咱们想想办法, 哎呀, 自静, 用不着想什么办法了, 咱们只有工程啊, 都督, 工程也不能贸然行事啊, 您让我好好想一想, 现在, 咱们立刻兴兵去途刘备, 这好吗, 啊, 周瑜一愣, 自静, 你这是怎么讲话, 刘备和孔明, 如此欺负我们江东, 他这不是欺负人吗, 你从头到尾想一想, 自从赤卑大战拜曹操以来, 这刘备孔明, 哎呀, 都督, 您跟我说过几次, 我都知道了, 这刘备孔明啊, 是挺欺人, 不过可有一样, 都督, 咱们现在就和他闹翻了, 可不太好啊, 您想想, 孙刘两家联合破曹, 这是世人皆知啊, 咱们刚把曹操打败, 立刻, 咱们就把这盟约毁了, 咱们就去打刘备去了, 这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啊, 啊, 周瑜一听, 又有点着急了, 哦, 天下耻笑谁啊, 应该耻笑他刘备, 他是个万恩负义之人, 是我们江东出力, 破了草草, 救了刘备, 他翻脸不认人, 娶我们的京乡和南郡, 反倒我们的不是吗, 都都, 您别着急, 听我慢慢跟您说, 这刘备和诸葛亮做的这事啊, 是不怎么样, 可是啊, 我想请都督您啊, 仔细琢磨琢磨, 这里有没有别的东西, 别的, 紫敬, 你把话说清楚, 别的是什么呀, 我是说, 咱们要把刘备给逼急咯, 那刘备过去跟曹操可不错啊, 您可应该知道, 他们青梅煮酒, 弄过英雄, 曹操啊, 您别看他兴兵发刘备, 当时那刘备是把曹操给气了, 可如今呢, 咱们要把刘备逼得实在走投无路了, 他一转脸, 要把京香双手奉献给曹操, 刘备和曹操要是联合起来, 加上曹操赤壁一败, 心头恨怨未消, 都督, 这与咱江东, 可大为不利啊, 诶, 嗯, 鲁肃这番话呀, 说的周瑜, 半上无言, 鲁肃心说有门, 都督啊, 心里有点活动气了, 不那么攻城, 报仇, 出气, 杀刘备了, 都督您说是不是这意思, 自敬, 你说的有理啊, 周瑜啊, 心里暗暗点头钦佩, 鲁肃所见, 高我周瑜一筹啊, 就这一点事情, 哎, 鲁肃就比周瑜高, 可这鲁肃也是忠心耿耿, 为了他主公孙权的霸业, 为了江东的安全, 那当然了, 鲁肃忠厚是忠厚啊, 他是为主无二心呐, 周瑜想了想, 紫禁, 那么以你之说, 咱们就这么作为霸论不成吗, 周瑜心说我这口气, 我怎么才能出来, 紫禁看出来了, 都督太难过了, 都督, 您先在这儿静养几天伤势, 我去找刘备去, 周瑜一愣, 紫禁, 你找刘备啊, 你找他干什么呀, 我找他理论, 什么叫理论呢, 辨辨理, 他太不像话了, 你在油江口吼, 我们嘟嘟打赌怎么说的, 我们取不了南俊, 你再取, 我们已经把南俊拿过来了, 你这是干什么呀, 啊, 捡二屋里下手, 把南俊就给抄过去了, 甭问哪, 这准是得过南俊之后, 用曹仁的兵符令箭, 框出来下侯敦, 你们才取得荆州和襄阳, 我呀, 找刘备和诸葛亮把这些地方要回来, 他不给我, 不给我行吗, 都督, 您讲话, 咱不是在里上站着呢吗, 走遍天下, 你也约不过个里子去, 咱们不用一兵一卒, 用不着抡刀耍枪, 我就凭三寸不乱之设, 我就要把这些地方要过来, 哎呀, 紫敬, 要是那样可太好了, 如果要不回来呢, 诶, 都督, 要不回来咱们再打, 这叫先礼而后兵, 您再起兵伐刘备啊, 我不阻拦您了, 好, 紫敬, 你可小心啊, 大尔贼刘备士之枭雄, 诸葛村府诡计多端, 你跟他们说话, 可要注意, 都督, 您只管放心吧, 我和诸葛没少打交道, 说完了, 鲁肃收拾收拾, 辞别了城普和周瑜, 带十几个随从乘马, 就被南郡来了, 来的南郡城门口这儿, 去, 谁在里面守城, 让他出来见我, 有认识鲁肃的, 这不是东吴鲁大夫吗, 怎么这么大火气啊, 赶快给禀报吧, 赵云哪里边出来了, 哎呦, 原来是鲁大夫, 赵子龙这相有理, 啊, 子龙将军, 鲁肃不管多大火, 那是跟刘备和诸葛亮, 跟人家赵云呢, 发不着火, 我来问你, 你家主公刘玉舟, 和你们军事孔明何在啊, 赵云差点笑了, 心说, 这鲁大夫怎么这么大的气啊, 鲁肃先生, 我家主公和我们军事不在这里, 在什么地方, 现在荆州, 鲁肃一想真快啊, 前两天还在游江呢, 现在跑荆州去了, 有你这, 好, 我到荆州去见他们, 啊, 鲁大夫, 您不到城中歇息片刻, 不歇了, 鲁肃心说, 我哪儿工人歇着我呀, 打马扬鞭, 就问荆州来了, 来到荆州, 鲁肃在马上这么一看啊, 哎呦, 荆州城, 告诉门军, 告诉你家军士诸葛亮和你们主公刘备, 就说城外有江东鲁肃, 求见, 火还那么大, 没消呢, 门军赶快到里边去通病去, 等了老半天, 鲁肃心说怎么着, 诸葛亮不敢见我, 有愧啊, 啊, 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, 不是没动静, 敢听里边啊, 在调动人马呢, 干什么呢, 以示隆重, 或, 从打这个荆州帅府, 一直到城门口这儿, 人马列开呀, 骨炮齐鸣, 诸葛亮和刘备亲自接出来, 一见鲁肃啊, 甭提多亲热了, 刘备拉着鲁肃的左手, 诸葛亮拉着他的右手, 左右相陪, 问长问短啊, 问寒问暖哦, 一步鼓一步耗, 把这位鲁肃先生给接进了帅府, 帅堂中是高白酒宴啊, 鲁肃先生干什么, 干嘛跟我这么亲热, 少来给套, 哼, 心说你们少气我们嘟嘟两回都有了, 让你们都快给气死了, 跟我这么亲热, 这事就算完了, 没那事, 你们之所以这么热情, 甭问准有亏心事, 亏心理就亏, 哼, 你当我鲁肃看不出来呢, 他那样子啊, 诸葛亮啊, 总想着要笑, 但是没敢笑啊, 看今天鲁肃啊, 这张脸儿有点太严肃了, 坐下之后, 刘备满酒, 诸葛亮给布菜, 鲁肃勉勉强强喝了两杯, 把酒杯这么一推, 哎呀, 黄叔, 诸葛先生, 啊, 鲁大夫, 你们这个事情办得, 可不怎么样啊, 哎呦, 诸葛亮更想着乐了, 怎么回事, 自从打认识鲁肃那天哪, 还没见他这样过呢, 今儿个, 开门见善, 躺着一下, 把话拽出来了, 刘备啊, 更会装傻充愣, 啊, 哎呀, 陆大夫, 备有何不周之处, 只得先生气恼, 我做了什么事了, 让您生这么大的气, 不这么问还好点, 咱们一问呢, 鲁肃这气更大了, 鲁肃心想, 就连我这不爱生气的人, 我都生气了, 何况我们都督啊, 啊, 你们这粘巴筋的太气人了, 简直, 明明把这事情都办完了, 还在这装糊涂, 黄叔和先生可知道我鲁肃的来意, 尚却不知, 我是来向黄叔你讨还京香来了, 这个地方应该归属我们江东, 因为京香乃是我江东的门户, 我们赶走了曹操, 京香里当归东吾, 此次曹操兵发百万, 来取江东赤壁一战, 我们江东花费钱粮, 耗尽心血, 所有文武, 协力通心, 一番苦战, 算把曹操打败了, 不单败了曹操, 也打救了黄叔你, 现在曹操已经败北回了许昌了, 那么这个京香呢, 应该属我们江东, 黄叔你们为何一声不响的, 巧取了京香酒君, 适合理也, 鲁肃越说呀, 这气越壮, 他觉得他越有理, 等鲁肃把话说完了, 刘备还不那么慌着忙着问了, 文文囊囊坐在那会儿, 把酒杯端起来, 自喽喝了一口, 也不看鲁肃了, 哎, 鲁肃一看这什么意思啊, 我的话黄叔你听明白了没有, 啊, 先生, 说着鲁肃看了看诸葛亮, 诸葛亮是满面含笑, 哈哈, 子强, 原来你是为要京香来的, 啊, 刚才你说什么来着, 京香酒君, 英属东吴, 正是啊, 哈哈, 鲁肃, 要是别人这么说还可以啊, 这话从你嘴里往外说, 我听着怎么这么刺耳呢, 诶, 诸葛先生, 你这是什么意思, 这话不该这么讲, 京香酒君, 乃是刘表刘景生的地方, 怎么会应该归属江东呢, 啊, 啊, 是啊, 刘表刘景生, 可刘表现在已经死了呀, 死了, 刘表随死, 其子尚在, 说刘表没了, 人家儿子还在这, 谁呀, 就是那公子刘琪呀, 再者说, 紫敬你知道不知道, 我家主公刘豫舟和刘表是什么关系, 人家是兄弟, 同是汉室宗亲, 现在刘表死了, 其子年幼, 应该由我家主公刘豫舟扶持, 以书辅职, 合理而不顺呢, 你们凭什么来讨还京香呢, 哎, 几句话说得鲁肃没词了, 他听诸葛亮这话说得在理呀, 诶, 诸葛先生, 可刘琪为荆州主, 那无可非议, 但是刘琪公子, 他不在荆州这儿, 你说这事可怎么说呢, 诸葛亮一听, 你怎么知道不在荆州呢, 这么说, 紫荆你想要见一见公子刘琪, 来人哪, 伺候先生, 去, 把公子扶来, 扶来, 功分不大, 就听这为平后头, 有人说话, 沉浮了, 哎呦, 大这为平后边, 掺出一人来, 正是公子刘琪, 哎呦, 不鲁肃下一跳, 这才几天没见呢, 刘琪公子怎么病成这样了, 哎呦, 走道都打花了, 病得那脸上瘦的呀, 见冷见脚的太阳穴都塌进去了, 那俩眼睛都没神了, 两个侍从, 把刘琪公子掺到酒席前, 刘琪冲着鲁肃打个招呼, 自惊献上, 恕刘琪病去, 不能全礼, 哎呀, 鲁肃赶忙站起来还礼呀, 公子啊, 您怎么病得这么厉害呀, 快快, 赴公子后面休息吧, 往公子好好敬仰, 多加保重, 把刘琪掺回去了, 鲁肃也傻了, 这还说什么呀, 刘琪为荆州主, 理所当然, 他怎么一着急, 诶, 诸葛先生, 那么公子在, 这没什么说的了, 如果公子不在, 这荆香该如何处置呢? 诸葛亮微微一笑, 紫禁, 公子在一天, 我们在荆香守一天, 要是公子不在呀, 我们是另做商议, 再研究, 哦, 鲁肃点点头, 这么说公子不在, 呃, 刘豫舟和诸葛先生, 定讲荆香, 还我东吴了, 哎呀, 紫禁你说的可也有道理呀, 鲁肃高兴了, 你倒听明白诸葛亮这话呀, 人家头一个说呀, 公子不在, 咱们再做商议, 第二句人家说, 你鲁肃说的这话也有道理, 这叫什么呀, 鲁肃以为呀, 诸葛亮答应了, 刘其不在, 必定还荆香, 鲁肃想的这高高兴兴, 辞别了刘备诸葛亮, 回来见周瑜, 跟周瑜把这经过咱们一说, 周都督一听啊, 气晕了, 哎呀, 紫禁, 你又上了村夫孔明的当了, 他这是在骗你, 我说你这办法不好使吧, 干脆咱们先离后兵吧, 现在是立刻起兵, 兵发, 惊中,